日前 安徽固镇县87万亩的玉米全面开联收割 联合收割机运粮车烘干塔一条龙作业 实现了从田间到粮仓全程机械化 固镇县龙滩村重粮大户徐康 这两天正忙着抢收它的1500亩玉米 十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家族马力 收割 摘棒 脱力 揭杆粉碎等工作一次性完成 今年固镇县总计投入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 共12000多台套 覆盖了从收到入库的全过程 此外 当地15家拥有烘干能力的粮食收储企业 加班加点进行烘干作业 全县每日烘干收储量约在2.5万吨 乳库的超量水平基本上都在30到35 我们现在烘水的水平基本上都在14左右